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八八理財有方 要給您財富恩次方 您好 我是志玉 先來介紹今天現場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台大哲學系的教授 院舉正 院教授好 各位觀眾朋友好 好 再來介紹呢 是亞洲投顧的分析師謝宗麟 宗麟你好 老師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華信投顧的總分析師李永年 永年哥好 志玉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幫大家準備了什麼樣的主題 首先呢 要帶大家來聊的就是 今天請到院教授要幫我們看 亞洲的新風暴是在貨幣匯率上嗎 現在日本已經出了負利率的狠招 那麼到底呢 日本央行一出招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日本央行又是為什麼不得不出此狠招呢 待會要請院教授帶我們來好好看看 再來呢 我們就要帶您看 哇 長榮集團 本來我們以為接班就那一位張國偉嗎 他又會開飛機那帶著長榮航空 整個長榮集團他接班 但現在看起來似乎不是如此 長子回來了 哇 大方長子的逆襲 到底長榮接班人是誰 還沒確定呢 再來呢 就是封關倒數囉 扣掉今天 離過年剩下兩個交易日 到底要不要報股過年啊 大戶都敢報股過年 那你敢不敢呢 待會我們請棕林就要從籌碼面帶 我們來看看 到底呢 有哪些股票 大股東他是敢持續加碼的買進 要報股過年喔 好 那麼首先呢 我們先趕快帶大家來聊的 就是日本央行所寄出的負利率政策 我們來看到日本喔 看到了這個避險的貨幣 搭錢不斷地往這個地方去 那麼一度呢 把日幣推升到115 哇 不得了了 日本央行因此出手負利率 好 那麼在寄出負利率之後呢 馬上喔 就看到了日本這個幣值的一個貶值 好 那是不是立刻有效 但是要貶到多少 我們來看高盛他預估說應該會貶到130 德意志認為會下探125塊錢日元對1美元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過去的歐洲央行 他也曾經寄出了負利率的政策 當時呢 他寄出負利率的政策 他的數值是跟日本央行這一回的幅度是相同的 一樣呢 是讓他降到負的0.1% 好 那麼人家是同樣的一個數字 那他一路貶了 大概貶20個百分點 日本央行這回的負利率也有可能用同樣的一個幅度 在開始往下貶值嗎 這個部分要請教一下院教授 你認為有辦法複製當初歐元的貶值幅度嗎 因為這個情況我必須要先說一下 什麼叫做負利率 然後我再強調什麼叫做日本實施負利率 然後我最後要強調為什麼日本非要在這個時候實施負利率不可 首先第一個 負利率不是利率 剛好相反 負利率是懲罰儲蓄 所以說大家先了解 為什麼要懲罰儲蓄呢 就是涉及到很多的人 尤其是亞洲地區的人 甚至於尤其是在通常來講 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人 就是受到這種溫良公減讓的文化 這個節減致富的習慣 這個負利率是一個很大的心靈的一個改變 如果你願意講說心靈創傷也可以 因為大家突然發覺 你叫兒子說 你算了錢 趕快花光 免得明天不值錢 的這種觀念 那另外的話再強調 為什麼日本 就是在禮拜五的時候早上 他要實施這個負利率呢 因為日本本身的國風 以及他的社會的習性 都是強調製造業跟出口 日本在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 所以日本為了要他的製造業好 就要找到他的出口市場 為了要找到出口市場 就要面對他的對手 他的對手大致上說起來都是現在貶值 比較凶的幾個貨幣 我們不要講新一國家或成熟國家 但是跟日本有競爭關係的這一些國家 他的貨幣如果大幅貶值 剛好把日幣當成一個避險貨幣 所以日本的央行行長黑田東彥 他就發覺不用很糟是不行 可是在日本的央行開會的時候 做了很多保留 比如說5比4的這個訊號出來 比如說到2月16號才開始實施 比如說他附帶了一些要實施的條件 以及對於負利率進行儲蓄懲罰的限制 這等等就已經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這個負利率純粹是黑田行長 勝出來的一個對國際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那現在最後要講說為什麼日本在這個緊要關頭 一定要實施負利率的主要原因 很明顯就是日本的民族性格 非常保守非常固定 不透過這種非常有震撼力的效果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說日幣的話又好不容易 前一陣子黑田一上台50兆日元的QE 現在QQE的效果如果瞬間化成泡影 2%通貨膨罩的效率沒辦法達到的話 日本很有可能就是跟他幾個糾纏不清的國家 一直在玩這種出口競爭日本的國際的衰退各方面 所以對日本來講的話要改變這消失的衰退20年 一定要用從貨幣政策開始 對 院教授剛剛提到了為什麼黑田東彥他一定要 即使用負利率也一定要這樣做的事 就是剛剛院教授提到的他希望他的通膨率在2% 好 那麼之前我們也看到了這個 日本他們安田有三支劍 都是希望通膨率要上升 但是這個劍一直射一直射 好像沒有用 我們來看通膨率在這個地方 0.1% 它希望到2% 那現在還天差地遠 而且它是往下掉的 我們來看這條曲線 它是往下掉的 所以等於是之前射的那些劍根本沒有用 那麼也因此來到這個位置點 它沒有辦法只好實施負利率 那麼剛剛其實老師提到了說 這個日本的文化他們是那種 這個錢會一直存一直存 你看他們的老人家都很有錢對不對 他們的國民的他們的文化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他實施負利率 老師他是不是就是要你 你錢不要再存在銀行了 你存在銀行沒有利可圖 所以你的錢就趕快拿出去消費 拿出去投資 可是有用嗎 他們的這整個人 國民的文化性就是那個樣子啊 這個好 有沒有用 我們要拭目以待 如果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日本原來的文化 我相信所有去過日本跟去過美國人都發覺 用的任何東西 馬上到了日本就小三倍 你喝了咖啡杯就小三倍 你用的那個奶精的小三倍 日本本身來講的話 一滴有價值的東西都不會浪費的 熱水他都是跟你 日本很少開關一開都不會停的 日本說停就停 他絕對不浪費資源 日本的電費啊各方面 他都是對於資源非常珍惜的 那可是現在的出現的這個觀念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如果你的消費習慣要改變 那就必須從你的荷包開始 就是說一般來講 日本人到底有沒有錢我們不知道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日本是一個 非常懂得精打細算的國家 所有每分每毫都存下來 那麼主要花費的習慣 因為日本人的生活當中 他各項產品都非常好 日本人就是不用講愛用國貨 日本人除了國貨以外沒有貨可以用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一定要透過一個觀念的轉換 黑田東彥今天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演示我們哲學所謂的經驗主義的改變 這個是如果單獨談到這件事情 因為當初安倍找黑田東彥 來當日本央行總裁的時候 這個紐約時報講說 他當時正在看亞里斯多德的書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教哲學的 我是哲學史 那看了那個書然後呢 亞里斯多德的最重要的觀念就是 每一個人的經驗都是可以在 約定俗成下養成的 你一定要了解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現在在希望改變它 然後慢慢慢慢開始 對他一定要改變 因為不這樣子的話 日本人本身來講 既不喜歡外國只喜歡日本 然後自己在市場又不消費 然後什麼東西都越做越好 賣出去也賣不出去 大家現在要的都是要二流貨 我問問大家 大家多久沒換電視了 對不對 我們過尾牙那時候很怕抽到電視 說在那邊也不是辦法 賣掉也賣不到幾個錢 那可以送給我們家電視壞了 但捨不得換 我跟你講你電視壞了 這個很便宜啊 你自己去買就行了 替台灣增加一點消費吧 日本是絕對不換的 真的喔 都等著我牙抽中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實施負利率 其實是非常多前車之間的 那到底有沒有用呢 歐洲央行我們看到 他從14年的6月份 前年6月份 他就已經開始實施負利率 而且是連降三次 丹麥呢 他也一樣喔 那麼他曾經一度轉正 但是後來又連降七次 瑞士呢 也負利率 這是目前都還在負利率的國家喔 瑞典也是負利率 再來最新加入的就是日本 那我要請教這個 院教授的是 這些國家其實都在歐洲 那麼他們實施負利率 其實已經好長一段時間了 有一段時間 到底他們實施負利率之後 真的把經濟救起來了嗎 他們丹麥 瑞典 瑞士 他們的情況跟日本情況很不一樣 因為歐洲央行的話呢 就基本上德拉吉啊 就他們的央行行長啊 叫德拉吉啊 他們跟黑田都一樣 他們都是MIT啦 就是麻省理工學院學派 因為你要了解 這個丹麥 瑞士 瑞典 他們地點在歐洲 但他們都不是用歐元的區域 然後歐元的話 因為歐租的關係 歐債的關係 因為央行的關係 歐元一直在貶值的時候 他們的貨幣幣值被估過高 只有透過極端的手法 跟日本的情況不一樣 歐洲央行的話呢 真的是透過貨幣貶值的方式 來增加這個貿易出口的競爭力 因為歐洲的話呢 目前為止有19國使用歐元這個錢嘛 那其中的話呢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為什麼台北街頭一下子 德國的車子多起來了 便宜嘛 因為我小的時候 沒有幾個人開得起德國車 現在的話呢 連台大教授 都還好多人在開賓士教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 這已經算不上什麼道德的問題 因為便宜多了 你如果算拿個歐元來講 如果算回來的話 會發覺馬克就是德國自己的錢 就明顯被低估 可是日本情況就不一樣了 日本的話呢 它是一個在獨立的經濟體 而且相當大 它是全世界第三大的經濟體 它採取負利率政策的話呢 那麼就是其實是意有所图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黑田本身在的做法上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不認為日本的貶值會那麼容易做到的 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所以你看這即使包含高盛 它的孤也相當保守 就是120左右 125 130 對 你要讓日圓貶值的話 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說 什麼樣的錢會貶值呢 就是這個錢沒有人要才會貶值 對 但是現在日圓很多人要啊 對啊 大家喜歡去日本玩的 不是只有台灣人喜歡日本玩啊 對啊 很多人都喜歡到日本玩 因為過年要去日本 對啊對啊 不是說你要換 我也要換啊對不對 過年的時候到哪去都好啊 春夏秋冬都好 全日本到處 所以這個日本的錢只要有人要 他就不可能達到 他就貶不下來 不太可能會貶值 好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一看 那畢竟是 剛剛像這個院教授提到 他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 所以呢 他的貨幣政策其實是牽引法動全身 這回呢 我們看到黑田東彥他出的這個奇招 剛剛院教授已經說了 他其實就是想通膨率要拉升到2% 那有沒有可能他的負利率幅度 再繼續的往下降 這也是個問題喔 再來就是 那到底接下來呢 其他國家我們看到 包括澳洲啊 印度啊 泰國啊 英國他們的央行的利率決策會議 都要展開 還有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的央行有沒有可能 我們看到了之前 美國領準會他們的升息 然後我們就看到 我們的彭總裁居然降息 那時候大家還想說 怎麼會跟美國脫鉤 後來想想 彭總裁好像是不是才是對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 我們央行有沒有可能 再繼續降息呢 老師 是這樣子 我們的央行降息的可能性 有可能 但是不會搞到負利率 因為最主要是屬於 我們本身來講 是跟著美國跟中國的 這個經濟發展的走勢者 那他們在利率降低上來講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不同的情況 所以我們來講的話 台灣情況目前為止的話 央行算是做的還不錯 那你這邊列的一些情況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世界上的經濟國家的經濟 就主要的經濟國家大概分成三類了 一個就是美國獨強 這是個很難得的時代 再者的話 就是所謂的發達國家 就你今天提到的歐洲 日本 還有是所謂的新興國家 具有工業實力的國家 台灣 韓國 大陸大概都是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這種情況 那泰國 那英國就比較特別了 因為英國這幾年的轉型 它的服務業啊 金融業啊 還有它的消費啊 都比較強 所以它的貨幣啊 被被狙擊的時候呢 它是放在自由市場中 會下滑 那我提到日本的話呢 黑田東業 我稍微跟大家 避用這個節目啊 介紹一下這個人啊 首先的話呢 大家要知道 這個日本央行啊 中央銀行啊 就是很少 日本不要說央行總裁了 就是連日本的總理 都很少干過一年的 一直到了 安倍用了黑田東業以後 整個局勢才扭轉過來 所以這個人非常特別 他最近啊 在這個瑞士的 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啊 他有一場這個討論到 各國啊 在2016年開始啊 面對經濟的情勢 非常嚴峻的受發言 每一個人都是髒的嘴 就講像我一樣 只有黑田一個人 拿著一個稿子念 他的稿子念的當中 就是涉及到 整個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啊 尤其是日本啊 跟中國之間啊 他們在經濟上 在對陣的過程當中 對大家其實都沒有好處 他是少數唯一 不認為中國經濟 是在下滑的人 他不認為 他認為說 因為你 他這個講法是有道理 因為你有6%的這個成長 如果你不算匯率的話 對 其實成長是還不錯 對 但是你把人民幣 跟美金一折算 那早就硬著路了 對 就是按照這樣的算 那他的話呢 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你講的三支箭 他第一個就是匯率 他就找QE 50兆日元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箭的第二支就是一個財政上的 用財政上的一個方式來改變 這就是說他隨時可以要刺激日本的經濟 一直不斷的用刺激的方式 第三條箭是他要的整個銀行業的大改革 這個大改革 這大改革當中呢 包含了日本人的消費習慣 然後時間的話呢 就是大概在2015到2016這段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畢竟這個整個大陸的改革開放30年後 他的量體太大 他做亞洲四小龍事情 弄得大家都沒事幹了 因為你任何事情 你現在講一個杯子 這個在台灣花了最便宜的花了賣50塊 他媽媽賣5塊 那你就差10倍 你就沒有辦法 就是跟他這個競爭 因為什麼呢 他量體大 他庫層多啊 他的這個產能大 各方面來講殺價兇 所以說弄得大家的情況不好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事實 那當然日本現在的話呢 為了要追求自己的進一步的生存 日本現在呢 他今天做這個負利率啊 他自己有三方面的信心 第一個 日本的製造業認真負責 那種技術創新 絕對是世界第一級的 所以他不害怕 他不害怕 就是說因為他想 用日本的製造業把外匯賺回來不難 所以他不怕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日本人目前為止的話呢 他需要看望眼世界 我剛剛說過 黑田東業在歐洲住了很久 自己又是這個麻省理工學院派的 所以他本身的望眼世界 發覺世界的經濟都改變了 其實經濟改變 你可以發覺說 像什麼這個QE啊 那經濟學理論都找不到的理論 負利率根本就是完全無法想像 什麼叫負利率 這些事情 還有什麼高收益在 什麼亂七八糟這些事情 都出來了 他就感覺到 原來統治日本經濟的那一些任務 現在都完全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黑田這個人啊 算是半個哲學家吧 他要對日本做一場 類似有哲學意涵的財務改革 其實呢 剛剛院老師我們在私下聊的時候 還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讓日幣這樣一個貶值 然後讓希望可以改變 扭轉整個日本人他們的消費 跟用錢的一個消費跟習慣 其實很重要一個原因是日本人很愛國啊 如果在台灣這樣搞的話 人通跑光了對不對 是這樣嗎對不對 對 恐怕也順便解決18%的問題 台灣人就是 在哪裡可以賺錢 哪裡就是祖國了對不對 所以日本人非常的忠心暗國 非常不一樣 所以可以容忍的安庭這樣做 我針對這一點 我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我到日本講學三次 有一次我在Sendai 就是東北大學 Hohoku 東北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 有一個哲學學老師跟我講 他就跟我講 他說 他說日本是全世界 聽到國家有事情 就會 站出來 不管是打仗也好 經濟也好 就會跟國家的命運 在一起的國家 所以日本人雖然很保守 但是日本他有他的好處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黑森東諺在 在這個做這種 負利率的這種招數的時候 他非常有把握 我再強調一遍 投票的時候是5比4 對於他來講 他壓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覺得呢 那天我看到他在這個 達博士 在瑞士開世界經濟論壇的時候 他講得非常有把握 他自己覺得這個做法上來講 他自己都嫌自己還太保守 他要大家就是說 整體了解 現在整個經濟是一個全球化的經濟 那黑田的做法 相信 因為我原來就非常看好他 因為我原來 因為日本的這個央行總裁做的不久 但是他 因為跟教授等於是同行 都哲學家 他是 人家是有專業 是財經 很厲害 他是順便讀一讀哲學書 就超過我們很多人 好啦 那你教授 那接下來我就要請問囉 因為呢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是日本 日本他們的一個負利率的政策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這個是最近的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呢 他把我們台灣 印度 中國 跟南韓 他把它拼湊成一個這個單字叫TIC 他說我們叫做TIC四國 那這四國呢 是非常有投資價值的四國 那以前的金磚四國呢 金磚四國的巴西跟俄羅斯 已經被踢出去了 那換了我們台灣跟南韓進來 那台灣呢 他特別給一個原因說 因為我們的股市已經跌得很淒慘了 所以我們的投資價值浮現 那我要請教院教授的是 那這個TIC四國呢 你認為接下來它的發展 就如同金融時報講的 真的會吸很多金進來吧 他這個 這四國其實性質上不太一樣 因為原來講的金磚四國 他們都是原物料為主 只有中國例外 像印度 它這個發展的情況就很特別 現在大家普遍上來講 就是覺得說印度到了該發展 一直沒發展 所以現在是真的是好時候 但是它有它的一個限制 它那個傳統簡直是 已經是古老到就是 有些地方還有那種原來的 這個cast system 那個制度 所謂的宗主制度還在 所以這個不是特別理解 台灣跟南韓我覺得很巧了 因為它也很類似 用紅字標出來 南韓式的高科技各方面來講 是面對的消費市場 所有的問題 所以它的這個出口上的萎縮 比台灣還厲害 那台灣的股市在很多地方來講 是受到一個影響 不過我個人是認為 我個人是認為 就是講個比較大膽一點的話 就是說大陸本身目前有一個很 不能降息的一個尷尬點 因為它剛進SDR 然後為了這個特別提款權 它必須要能夠一方面做到人民幣的 在就是自由匯率制度裡面 能夠維持不最 不要太嚴重 大概是6.5到6.6這個距離 的同時呢 它又要讓大家感覺到 中國的經濟有發展的前途 所以它就喊出一個 供給側改革的一個口號 那這個改革我曾經在說過 這個改革的時間一定會非常長 而且可能很痛苦 那台灣在某種程度上講 因為你的地理位置太近了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來講 如果說中國的情況會好轉的時候 台灣確實是一個作為TIC 這個稍稍養這個是值得的地方 但是如果中國情況不好 我們會受到影響 一定會受到影響 因為太近了嘛 聯繫關係界 所以這四國的情況 我在除了印度以外 大部分台灣跟南韓 都要跟著中國的發展 還是跟著中國嘛對不對 但是呢這個剛剛就看到了 這個日本央行的一個負利率 馬上錢就進台灣了 這個上個禮拜外資大舉 匯入6.5億美金喔 這是今年以來非常少見的喔 這個錢一下子匯進來非常多 那我要請教問教授 這個數字還有可能繼續上升嗎 再從日本繼續的外流到台灣 或其他的新興市場 我覺得啦 這個台灣目前為止 在亞洲地區慢慢慢慢 已經走出自己的股市的特色了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一直是強調電子業啊 什麼的各方面 而且我們這個製造業轉出口 這個發展的路線上來講 在目前為止的世界經濟結構來講 是比較可預期的 因為你說說看就是說 在一片的這個經濟蕭條的情況中 台灣的這個 我們曾經有一個比喻 台灣的這個半導體業 在這邊的話呢 本一比都不高嘛 對不對 一到了對岸都變成了鳳凰了 都變成了 對不對 就是說是西施了 就變成美女了 在這邊照怎麼樣 我就不曉得 所以台灣目前為止 在亞洲地區 雅谷西京是有可能的 6.5億美金我覺得不多了 我覺得 所以還有沒有可能再更多一點 我覺得 對我覺得日幣本身來講的話呢 因為日幣貶值 所以日本的股市非常好嘛 大家都 所以日本的股市一直上漲 台灣這幾天的話呢 我看了一下數據 大致上跟中國有一點脫鉤 比較接近日美的這個方向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 比較敏感 兩位人士他們可能會比較了解 台灣重回 這個青藍士應該是問題不大 好 非常謝謝院教授 今天幫我們聊了在整個 日本的央行 他的負利率政策 到底背後有什麼樣的原因 那麼以及呢 怎麼樣的聯動世界的一個經濟布局 非常謝謝院教授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請一下鍾林囉 那鍾林就上來幫我們看看囉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這個外資匯進來嘛 那匯進來 大家當然有部分流進股市嘛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表現 今天開了一個小高 然後呢 就在平盤附近這樣上下震盪 尾盤又拉上去 小漲11點說在8156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來看今天外資是買超 上個禮拜六 我們台灣就是 獨自開盤 全世界只有我們開盤 外資應該也都放假 所以那時候外資沒什麼買 然後我們看到今天回來 外資又買68.8億 會發呢 對 不是重點 來重點在這裡 外資期貨的多單 一下子退很多 之前都3萬多口未平倉 現在今天退了6685口 今天未平倉的多單 剩下2萬3千多口 這怎麼看啊 他在期貨部分在減倉 那在現貨的部分他買進 那談怎麼看 其實我認為這個來看 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上個禮拜 已經跑到3萬1千多口 你覺得這麼正常 其實不太正常你知道嗎 真的嗎 我們覺得很高興耶 為什麼 因為一般我們在看這個OI的時候 其實台股的多單OI 或是空單OI 很少很少很少超過3萬口的 那也就是3萬口這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極限是頂的 那如果說你看到3萬口的話 其實它就是表示說什麼 它後續再加碼的空間 是非常有限的 因為就是所有錢 全部都進去了 那你在加碼空間有限 難道你3萬口之後 還要再4萬口嗎 這機會是不太大的 因為過去就很少很少 幾乎看不到 就頂多就2萬多 就已經緊繃了 對 所以3萬口是很少的 但是他這次已經買到3萬口 表示什麼 其實表示說他已經看得非常好 那看得非常好 他發現說 糟糕我的期貨 各家都買太多了 買太多怎麼辦 大家先推一點出來吧 所以這是先退的意思 並不是他看壞了 對 而且放假是有差不多10幾天 也就是 其實我已經買那麼多了 我也不需要壓這麼大 我就先推卸出來 那推卸出來 借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它是個好事 為什麼 因為過去本來就很少突破3萬口的 那你現在退到2萬口的話 其實表示什麼 比較旺 這2萬多口 不是2千口 這2千口 你只要擔心說明天會東盤 2萬多口 所以就是即使他退了 還是維持在高水位 所以而且這個是 你就會發現說 對 而且你會發現說 後面他應該是還有再加碼空間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大盤的線圖 我們來看最近這幾天 其實他已經默默默默 已經要回來碰季線了 對不對 今天其實幾乎已經是碰到了 對 沒錯 那我要請教的是 那在最後兩個交易日 明天後天嘛 然後就是放假去了 兩個交易日呢 有沒有機會站回去 我認為有 明天應該是繼續整理 繼續稍微整理 那後天是 就是準備封關了嘛 那一般來說封關 過去的封關很少是大垃圾的 你恐懼一下過去10年 其實垃圾的機會其實很少啦 所以應該不至於再往下用力崩盤 對 所以明天應該是整理一下 後天後天應該就是 就是你要放空了趕快去空喔 趕快趕快趕快 然後呢 後天拉一根起來 對 然後就咬住你 真的嗎 所以後天會有一個長紅K 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因為你看那個外資的多大還這麼多 兩萬多口耶 不是兩千口 真的嗎 我可以請問一下第二意見嗎 永遠哥 你覺得封關那天會有長紅K嗎 封關那天 說紅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不過長紅我不敢講 沒有 我說紅了 我沒有說長紅 沒關係 我沒有期待太多 紅的嘛 紅的喔 好喔 那所以呢 到底可不可以報股過年 最近很多人在問這個問題 對 所以今天鐘琳特別要幫我們帶來的是 大股東他也敢報股的是哪些 其實報股過年喔 其實我認為其實這部分你要先搞清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到底敢不敢報股過年 對 就是看你的個性 如果說你是長也怕爹也怕 拜託你不要報股過年 因為那十天你可能會很難過 對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先搞清楚現在產業的狀況 比如說像那個太陽能的今天頭型在賣對不對 那也破線對不對 然後產業好像有點疑問對不對 對 那你就不要報股過年了 所以你要報股過年要報什麼東西 要報的是反而還在買 對 比如說像這個鐘琳 這個是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啦 大股增加低名的 對 就是在上市部分就是鐘琳的部分 那增加低名之後 你看它其實就是頂多整理一下都往上走 對 然後這個是大股植物比率 所以如果說一般我們在操作的話 其實投資朋友說 我沒有什麼消息 我不這樣反而在報養公司 沒有關係 因為有人在報養公司 報養公司之後 他如果覺得好的話他會怎麼樣 他會買 對他會買 所以你就去看 看這些人在幹什麼就可以了 看這些人在幹什麼 我們只要看那些比較有消息的人 他的動作 對 要跟著他做 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你每天20塊的報紙 你就可以省下來 不然有時候會被影響到 好 不要亂看報紙 這是短線上的啦 然後像這個 星象這個部分是比較中長線的 對 你看這個中長線的部分 你看長成這個樣子 你看他這種股票 比如說像中期或星象這樣子 你會覺得這個大盤在走空頭嗎 沒有他都走多頭 所以這個怎麼看 你看大戶持股一路在增加 對不對 這個顏色變深 然後他又很明顯的往上跳 就代表說 大戶持股要買到400張以上 真的我們一般人是不會買400張 一般人不會買到400張以上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大戶 那大戶你看他還沿路在買 他在增加 所以就代表這個大戶 他持續增加他的持股 對沒錯 所以他的股價被推升 那星象也是一樣 你看他大戶持股也是這個 越買越多 這個一定知道些什麼 我們不知道 這邊還在八九十塊 現在這邊已經到多少 一百六十幾 這漲一倍了耶 所以這種股票就可以報股過年 對 因為有大人在這 對而且根本就 你這樣來看的話 其實他還沒有落跑 他都沒有接下來 沒有接下來 對然後如果說剩兩天的話 你覺得這兩天他有辦法 把股票全部賣光嗎 因為他太多了 對太多就賣不掉 就算要賣也要賣很久 對 所以這個就是OK的 對 好那麼再來 鍾麗也幫我們挑了一些 這個就是 也是主力大戶買很多耶 這個比率數字 你看逸風不得了了 這個是400張以上的 有87.5% 等於他的股票都在大戶的手中 只有十幾%是在小散戶 一張兩張這樣買 這不一樣 所以這個應該是 最漂亮的一張個股對不對 對其實你可以從那個 他的籌碼這個部分來看 其實如果說 以逸風來講的話 是逸風的 你看這個法人 這個是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從掛牌開始 就一直買 對他從掛牌來 一直買沒有賣過 對然後大盤那時候是 好像有一陣子是崩盤 很恐怖 他也有跌 從200多 230的時候跌到198 最低 但是這個都點一下而已 也就是他頂200塊都點一下 然後呢 然後就是不管 反正你跌我就買 一直買買買買買買買 對這三大法人就是一直買 對就一直買買 買到現在為止 今天比如說他今天是黑對不對 對 他還在買 那你要想一件事喔 他從這邊200塊到這邊 230幾張了 如果說你再200塊有買的話 已經一張賺3萬 10張賺30萬 你要不要先賣一下 可能會短下會出一下 對 短下出一下的話就是小黑K 但是沒有關係為什麼 因為法人今天還在買 對 那反饋機的話其實 像這個禮拜他公布出來 是有掉一點點沒錯 那掉一點點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 根本就太多了你知道嗎 高票都在我手上 對他的比例很高 對 也就是如果說股票在我手上 然後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想進來買的話 那我是不是要丟一點給你 不然你怎麼買 你收不到啊 是這樣子喔 對啊不知道 好 所以這個是有掉一點 所以像剛剛我們看那個 像什麼星象 是不是中間都有一段 是往下掉的 對 然後又上市 對 往下掉就是 那段時間 然後呢就是如果說 有中途想要插花的 我丟一點給你嘛 不然你怎麼買 你真的市場上買嘛 買不到 所以這個籌碼好 這也可以留一留對不對 那另外我們來看像 異光日有得勝至貫至圓 其實分佈在不同的一個類股 跟族群當中 好 我們這個 中林都幫我們準備了線圖 我們剛剛看到是逸風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是異光 LED 對 這個異光像LED 其實去年差 已經爛很久 這人家說產業耶 對 七產的產 對 太慘 但是呢 股票市場其實 產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脾及太來 而且 所以它已經脾及太來了嘛 真的耶 大部分又開始買了 又開始買了 而且已經六、七%耶 代表什麼 其實像這種很慘的產業 散戶基本上怎麼樣 就不會要 不會啊 不會賺錢 在路上 像那個什麼 什麼經典 有七十幾塊 六十二十幾塊 拜託這樣梳洗好不好 而且像這個股票今天 因為異光今天還漲對不對 但第一個 大盤今天是鳥鳥的 它還漲 第二個是上禮拜六 異光是不是出了一個 報紙上有拜載利多 一般報紙利多 都是股價就要休息了 但是你看它報紙利多 有啦 有震盪一下 但是今天又上去了 對 比如說這個報紙利多 其實市場上並沒有出貨的現象 嗯 所以這個報紙利多 不是在出貨 那不然不是出貨的話 你看這個投信 投信 是不是連買三天都一千多張 對 既然都買一千多張的話 如果說你是投信 會買一千多張 如果你不靠一支股票的話 你不太會買那麼多 對不對 這價錢是三千張的 對 所以呢就買了三千多張 然後呢 這裡拜往上跳 表示什麼 表示這邊買的投信 它是沒有被出貨的 它沒有被出貨就是有什麼 有籌碼集中的現象 所以這個也有機會 對 有機會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日友 這個是做環保的 對 它做環保的 那一樣 它連續兩個禮拜 那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們剛剛講的 重期對不對 重期是上上禮拜 大戶上市這邊 大戶增加第一名 對 第二名就是他 第二名就是他的話 他這個禮拜還在持續增加 對 所以其實他跳起來是 速度是算還蠻快的 那這幾天 頭戲對方有做解碼沒錯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圈 跟這個 把這個圈起來的地方 你把它打到 就是剛剛我們是不是講的 心象對不對 其實跟心象那時候有點像 心象那時候 剛上來也是第二個禮拜 的時候就在怎麼樣 就在那邊洗來洗去 100塊80塊 100塊90塊 在那邊突突突突突 突到後面呢 你給他一點時間嘛 像160的嘛 所以就短線的震盪不用太理他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是得勝 這個是最近才突然間飆上來 對 而且他已經好幾個禮拜了 這邊是一個禮拜嘛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對 連續買了四個禮拜 頭戲這個地方有小量的加碼 那今天表現上是算很強勢 那這支股票他是做網通的 那網通我相信最近很多股票 什麼重期啊 或者說什麼資邦 都已經漲一大段對不對 網通都說是張善政概念 對 他去年第一 上半年賺一塊吃 第三季賺1.49 第三季賺得比去年 上半年還多 一季就贏了上半年 然後第三季為止加起來就2.9 對不對 2.9然後呢 他公布的12月是 那個YOY是38% 但是現在因為他們有開那個說明會嘛 就是老闆這邊有開說明會 在這一天有開說明會 他公布出來的訊息是 12月份他都沒有什麼 他都沒有淡氣 然後YOY一樣持續往上成長 而且YOY持續往上成長的話 其實這個頭信你覺得他知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一定知道些什麼 因為他這支股票其實鳥很久 你知道嗎 鳥很久鳥到怎麼忽然開始在買了 那表示什麼 表示好像不太對情的沒有那麼壞 所以其實就算你剛剛講的那些 我們都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你就要看頭信開始買了 你就反正他知道些什麼 跟著買一下 然後趁他還在買的時候你就趕快賣掉 至少有櫻托小力可以賺 是這樣嗎 對是沒錯的 而且這剛開始買其實像我們 有很多股票都是投信在買 買到後面漲不上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真的買太多了 對像置冠類似嘛對不對 沒什麼時間啊快點講 置冠喔 這個也類似嘛 因為其實都飆上來 對都飆上來就是戶然都跳很高 置冠是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上櫃增加第一名的就是置冠 大戶上增加第一名置冠 對上櫃這部分增加第一名置冠 他有拿到第三方支付的執照 對而且有一家如果說你要訂這個股票 其實很簡單為什麼 因為從捐账金屬表有一家叫 XX文欣分公司 你可以這樣把人家透露秘密嗎 這幾天像瘋了一樣 拼命買買的一萬多張 那那家是誰在買 不知道反正應該是某個大哥 某個大戶在買 就是XX文欣了 你自己去看了 某個大戶在買嘛對不對 然後置原類似的狀況對不對 最近跳上來 最近跳上來 然後主要是這支股票 我會留意他是 當然第一個就是除了籌碼以外 第二個就是技術線型 因為他這邊有個景線對不對 對 技術線型 如果他是走空的話 一般來說摸到這邊就掉下去了 而且呢 而且他是不是一月底的時候有開法說 對 他法說那時候已經講了 他第四季是-0.3 他說他虧損結果反而沒跌一直漲 對啊如果說這個技術線型有壓力 然後公司又說我賠錢的情況之下 怎麼這個投信是發了瘋了嗎 你賠錢然後我還拼命的買你 要不是錢那個都不然就是後面一定有利多 會比這個賠錢更大的 所以像這個股票其實他已經走出來 已經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個後面就是有拉回的話 有拉回的話就是多留意他 好 非常謝謝鍾琳 那麼鍾琳幫我們看到 這個都是你可以留苦過年的一些標的 給大家做參考 好 我們休息一下囉 好 下一段回來我們要繼續請我們的永年哥來幫大家說故事 來講講長榮的接班故事